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来学习第三册的第十三课 就是lesson 13 is only me 是我 别害怕 这个书是讲闹鬼的故事 很有趣 咱们看看是怎么一块事 首先打开书到第六十二页 咱们看看生词和短语 Now please open books at page 62 Let's look at the new words and expressions Now read at me 六十二页 动作快些 Costume Costume Consist Consist Sheet Sheet Effective Effective Comfortable Comfortable 这个发音要注意 不要读comfortable 注意中间那个or这个发音是没有的 不要读comfortable 而这conf 再来遍 Comfortable 好极了 Store room Store room Electricity Electricity Meter Meter Pace Pace Flee Flee Slam Slam 好 这是这棵书的生词和短语 下面我们还是先来看一看里面那些重点词汇 它的一些用法 包括一些药灵等等 第一个重点词 我们先看一看这个化妆服 道具服 这个词 跟老师大声再读一遍 Costume Costume 首先注意这个词的用法 这个词在生活中用的不是特别多 它一般指什么呢 一般指演出的时候 舞台中或电影中穿的这个化妆服 戏服 道具服 一般是在什么 演化剧的时候 演电影的时候穿的这个服装 叫Costume 咱们看一个例子就好理解了 The movie won Oscars for Best Costumes and Best Screenplay 这部电影赢得了Oscar 就是奥斯卡奖 也叫学院奖Academy Awards 俗称叫Oscar 不要到Oscar 后面翻二的声音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词 Oscar Oscar 复数 Yes 赢得奥斯卡 什么奖项呢 具体奖项前面借词可以叫Four Best Costume 叫最佳服装 And Best Screenplay 还有最佳剧本 两项大奖 这个服装用Costume 恰如其分 因为这是电影里的服装 或者舞台上的服装 也可以用它 或者指什么化妆晚会上 穿的这个道具服 把自己打扮成圣诞老人 打扮成什么超人 这种服装叫Costume 而不是生活中常见的衣服 这是我们Costume 它的本来海译 那么它在生活中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它表示什么呢 它表示某一个民族 或者某一个历史时期特有的服装 就某个民族 某个国家特定服装 或某个历史时期的服装 我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Historical Costume 这个达特也是有的 常见 叫什么呢 直接可以翻译成古装 就是历史上 这个人穿的衣服 我们看古装具 里面的古装就用它 什么唐朝人 什么明朝人 穿的长袍 这种叫Costume 再比如说Traditional National Costume 叫做传统的民族服装 比如什么宜族 瑶族 东乡族 等等等等 传统的民族服饰 某个民族或某个时期穿的衣服 或者是表示电影 戏剧 舞台或化妆晚会穿的道具服 戏服 用Costume 相信大家对这个词和有一个精准把握了 在生活中 这个词生活中用的不太多 我们下面再看几个常见的服装 咱们做复习 在第四课 咱们讲过蓝领工人穿的工作服 工装裤 一般是什么蓝色牛仔布厚重的工作服 这个我们讲过 可以用Overalls 或者还有一个版本 就Coveralls 蓝领工人穿的工作服 我们大声再读遍 Overalls Coveralls 一般是厚重的工作服 工装裤 可以用它 还有一个服装也是咱们考试必备词汇之一 就是咱们制服 统一的服装 什么警察 护士 医生 什么学生 穿的统一的制服 我们在大声度下 Uniform Uniform 这个uni表示文艺就一个 这个form是形式 形式都一样 大家穿的都一样 就统一着装的制服 咱们看一些简单例子 你比如说 school uniform 就是咱们说的校服 当然这个校服并不是爸爸死了穿的校服 而是学校那个校 并不是披麻袋校那个校 我们大声读下 school uniform school uniform 这是校服 下面这个呢 Military uniform是什么呢 咱们才能猜到 这是军装 因为military表示军事的 就是当兵的穿的衣服叫军装 大家穿的都差不太多 我们再读下 Military uniform Military uniform 这是军装 也是统一着重的制服 可以用它 我们再看几个常见的衣服 再比如说运动服 运动服 运动服我们有个词叫sportswear 就sports 后面叫wear 注意用wear表示衣服 所有wear构成资格的衣服 都是不可数的 这运动服不可数 我们大声读下 sportswear sportswear 这运动服 注意不可数 还有一个也是wear构成中心字的 叫内衣 我们再读一下 underwear underwear 这个好记 内衣是穿在别的衣服下面 贴身穿的 叫内衣 但注意这个词 也是不可数名词 这个词一般用在围板语的表达 因为内衣 特别是女孩子的一些具体的内衣 一般不好意思说 就用underwear这个词 用内衣这个词来代替 当然注意这个不可数名词 还有我们常见的一些衣服 比如说休闲装 也是 这wear这是两个词分开 我们先用leisure这个词 休闲闲暇暇 这个时候穿的衣服休闲装 我们读一下 leisurewear 注意也是不可数的 休闲装 当然这个休闲闲暇暇 英国人读成leisure 美国人读成leisure 都行 我们分别读一下 英国人这么多 leisurewear 我们还没有儿化孕 美诗读成leisurewear 都行 都可以 还有下面这个词 这个叫乞丐服 就是要饭的叫花的穿的衣服 因为这个wreck本身可以表示碎布片的意思 碎布片拼在一块 这丐帮的 乞丐服 我们读一下 wrecks the child was in wrecks 这个孩子穿的一身乞丐服碎布片 可以用它 还有一个服装 我们现在不穿 但未来若干年后会穿的衣服 当然越晚穿越好 就是兽衣 出遍死人穿的装过 兽衣或者果实布都可以用它 我们再读一下 shroud shroud 这个也是穿的衣服 但这个咱们都不想穿 这是兽衣 这是相关的服装 相关的放在一块 记住哪个是可处 哪个不可处的 把它记清楚 这几个wear构成的是不可处的 好 这个服装 看在这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 由什么什么组成 这个重要表达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consist consist 这个大家注意 老师多次说过 cun这个评写 在轻读时发con 中读时发con 在这是轻读 所以是con con 后面中读 我们在那边 consist consist 好 它表示由什么什么组成 这个词汇记住 它一定是不及物动词 后面老老实实要再切词of 就consist of something 由什么什么组成 注意不及物动词 一定加解词 由什么什么组成 表达特别丰富 咱们再多看几个 比如说 be composed of 这个老老实实用被动 为什么 compose表示组成了什么 所以由什么什么组成 用被动 但注意后面不加by 还是叫of 我们读一下 be composed of be composed of 它来自动词compose 动词原型把这个字母d去掉 留下字母y compose 还可以怎么说呢 还可以用咱们基础词汇 be made up of 也行 因为我们知道 make up 可以表示组成了什么 由什么组成 还得用被动 但注意借词 一样加off 不加by 还有一个集物动词 就comprise 也可以表示 由什么什么组成 这是集物的 我们再大声 把这四个放在一块 一个一个大声读一下 consist of be composed of be made up of comprise 好极了 注意 这四个是集物动词 短语 因为加上介词之后 就会在后面加定语了 比方说 咱看 我说 这个委员会 由一百个会员组成 咱们一一带进去 这个委员会 committee 由一百个member 会员组成 我可以说 the committee consists of 100 members 这个第三声单数 一个委员会 这叫s了 用第二个表达 is composed of 100 members 第三个 is made up of 100 members 最后一个 comprises 100 members 就好了 这是由什么 什么组成 但是大家可能 立刻能想到 由什么组成 用这四个 如果翻过来 我说一百个成员 组成了这个委员会 组成了 应该怎么说 那么刚才的被动 可以变主动 这个呢 consist不集物动词 这个没辙了 这个没法用了 倒过来没法用了 因为它不集物的 那怎么办呢 第一个 先注意这个comprise 这个词呢 是墙头草 两边倒 为什么 刚才看到 comprise 主动可以表示 由什么组成 但倒过来 它也可以表示 组成了什么 所以这个动词 特别讨厌 那两个意思都行 你看 100 members comprise 的committee 也行 注意这个主意 用复数了 所以这动词 我们就不能接 s了 这是第三人声的复数 那么另外注意 李老师在这很谨慎 咱们说了 阿拉伯数字 可以放在剧中 但是咱们以前说过 放在剧手 一般不用阿拉伯数字 咱们最好用英语单词 写开来 写100 不要用100 不要用数字 阿拉伯数字 可以放在剧中 下面呢 就可以用 100 members make up the committee make up 在这当然是主动 构成了这个委员会 还可以用 compose the committee 也行 那个consist 因为它是不集物的 它没法用了 在这 那怎么办呢 咱们再凑一个 用几乌动词 这个也能表示 构成组成 我们大声来遍 constitute constitute 也是构成组成形成 100 members constitute the committee 都可以 这是我们刚好记 两边 各四个 两组 一组是 由什么什么组成 第二个是组成了什么 把主动被动分开 其中有一个 墙头草两边倒的 就是这个comprise 两个方向都行 这个词重点 关键是不同词的搭配 把它牢牢记住 就好了 好 下面咱们再看一看 床单 背单 这个词汇 跟老师还是大声读一遍 sheet sheet 注意 这是长音发 e 这是拉一条线 长长的 很细细的一个声音 但是如果要是短音 把这两个点去掉 就不能都是e 我们说了短音 在单词中间发生 e 那就读成sheet 那就不是床单 而是屎 或者翻译 爸爸 这就不好听了 所以在这儿 发长音 口型不一样 不要让老外听错了 床单跟屎可不一样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sheet sheet 长音 e这个声音 好多 你像绵阳 s-h-e-e-p 咱们都读成sheep 但轮船 s-h-i-p 都读成ship 对吧 再比如说我们海滩 沙滩 b-e-a-c-h 咱们读成beach 但是母狗 b-i-t-c-h 或者骂人的 叫婊子 都读成bitch 但沙滩是beach beach 这是不一样的 再读一下床单 背单这个词 sheet 首先第一个发音 不要搞错 下面咱们看看 这个词的含义 它本身表示 床单或背单 但其实这个sheet 生活中的意思特别多 它还可以当一个量词来用 就是一张一片 大的平 这个平平的一个东西 都可以 你想我们说 a sheet paper 就是一张纸 这个用sheet这个词 也是大张的 这个片状的东西 一张纸 那么它跟这个 a piece of paper 有什么区别 a piece of paper 也是一张 但是这个一张纸 跟形状就没关系了 但是sheet paper 一般是固定规格的纸 什么A3的 A4的 这种纸 叫a sheet paper 一张纸 再看这句话 怎么翻译 the snow came down in sheets 大雪纷纷扬扬地落下来了 这个sheet也是大片的东西 一片一片地落下来了 像床单一样 这么大片的鹅毛大雪 咱们中国人不说床单 李白说 阎山雪花 大如席 片片吹落轩辕台 这个大如席 跟这大跟床单的一样 一个一个落来 也类似 这薄片状的东西 都可以用它 那么我们再多看几个 跟被单床单相关的 比如床罩 床罩我们可以用这个词 大声多加 bed spread bed spread 这个好记 bed是床 spread是蔓延开 铺展开 在床上铺开的 叫床罩 可以把它罩住 但下面 这是床垫 就是在床单的下面 我们再读一下 matrice 这是床垫的意思 我们举一反三 再多看几个 再比如说被子 尤其指压容被 这个压容被 我们有这么一个词 大声读一下 eider down 被子 尤其是压容被 还有毯子 也是保暖用的 也是跟老师大声来面 blanket blanket 不要搞混了 有人说carpet carpet carpet是地毯 不能铺到床上 床上毯子叫blanket 保暖用的毯子 还有我们再多看几个 还有我们说枕头 什么床上用品 卧具等等 我们先看枕头 大声来面 pillow pillow 这么枕的枕头 但是这一大堆 我们都能叫床上用品 或者卧具 我们大声来面 bed clothes bed clothes 或者后边这个词 bedding 都行 只不过bed clothes 这个词 它必须用复数 而bedding这个词 一定是不可数的 就像clothes 跟clothing 这个区别类似 bedding 表示卧具 是数不了的 好 这是这个床上用品相关的几个词 我们还有这几个相关的床 我们不妨也同时看一看 比如说单人床 咱们看双人床 什么上下铺的床 吊床该怎么说 先看这个单人床 非常好记 我们大声来面 single bed single bed 这是咱们单人床 那结婚之后呢 跟配偶住的一块 咱们住双人床 我们大声来面 double bed double bed 这个爸爸妈妈睡的双人床 两人在一块 还有呢 我们在这宿舍里面有着上下铺 有的是家里两个孩子又上下铺的 是这么来说 我们大声 bunk bed 有的时候呢 也可以去掉这个bed也行 我们在那边 bunk 表示上下铺的床 分两层 分几层的这个床 可以叫它 还有一个呢 我们在胶外有吊床 我们看图片在大声那边 hammock 这是表示吊床 两边能撑起来 躺上的来回摇晃 这个吊床 这是床上用品相关的 咱放在一块 不得记住 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词汇 就看一看 这个仪器仪表 这个词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meter meter 这个词同样 两个拼写 左边 tre结尾的是英式拼写 懂了meter meter 后面没有卷声音 那么re这个末尾的拼写 到了美音中 美式拼写 一般把re变成er 所以变成这个拼写 加儿化韵 再来面 meter meter 再快点之后 中间这个t 又会啄哼成呆的声音 再来面 meter meter 叫做仪器 或者是仪表 当然大家注意 不要翻译成电表 这书上的注释 我们看一下 这单词表里 可能是有问题了 你看在右边 单词的第五边 第三个注释成电表 这个错了 meter是仪器仪表 电表应该是 electricity meter 这两个方的一块是电表 meter是表示 有读数的这种仪器或仪表 咱们看一下例子 你看这几个都是跟仪器仪表相关 第一个我们先读一下电表 electricity meter Electricity meter Electricity本身就是这个电的意思 叫电表 下面 Water meter Water meter 这是水表 还有煤气表 Gas meter Gas meter 煤气表 还有下面这个短语叫查表 就到家里来查这个读数 注意这个查表不要用check 中文中文中的查表其实逻辑有问题 表没有坏不用检查 是读这个表上的读数 所以在英语中用read这个词 我们再读一下 read the meter 注意这是查表的意思 其实是读表上的读数 这个意思 那么我们看到meter这个词本身 还是个重要的字根 做字根的时候 本身也是仪器仪表的意思 你看它构成一些比较长的单词 the meter barometer odometer speedometer 等等等等 后面都是在中间加个O 来凑一个音节 我们一一读一下 这个常见的这个表 看第一个 叫做温度表 温度计 我们大声读一下 the meter the meter 这个O这是中读了 therm或thermal 本身和温度跟热相关 测量热量的 叫温度表 在里面 the meter 快点之后 这个字母T会濁化 再来一遍 thermometer thermometer meter 这么一个 再看第二个 气压计 气压表 测量气压的 再来一遍 barometer barometer 读快之后也会濁化 再来一遍 barometer barometer 也是这样的 第三个呢 我们这叫里程表 就是看汽车一共开了多少英里了 里程表 分别有两个词都行 大声那边 odometer odometer mylometer mylometer 读慢了叫mylometer 读快mylometer 最后一个叫速度表 就看着汽车现在开的速度是多快 就速度在叫o 在叫meter 大家可能猜也能猜到 一定是这么读的 慢慢来 speedometer speedometer 读快了之后呢 speedometer speedometer 这就是汽车的速度显示 就现在时速大概开的有多快 有的是口语中呢 因为嫌这个单词太长了 有时在电影中看到都读成speedo speedo s-p-e-e-d 直接加个字母 speedo 我们知道就是速度表 速度计就可以了 好 这是这个注意 不是电表 是仪器仪表 这meter 这个字